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方文明在企业上就和中国文明有很大的差别 古希腊是典型的商业文明 而后世的西方也基本上都是靠商业 古罗马是中世纪前期虽然不行 但是到了后期商业迅速的恢复 到了现在呢 西方成就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最有影响力的商业文明 再来看看中国 一直以来都是农业文明 全面的深入的拥抱商业 那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 直到现在也就是40年 商业在中西两大文明里边的比重 有着根本的不同 把视野再放得大一点 看看全世界的古老文明 你就会发现 其实绝大多数都和中国一样 是农业文明 埃及 苏美尔 巴比伦都是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古希腊人要靠商业 答案其实很简单 是没有办法 是逼的 正因为被逼无奈 西拉人开创了一条富裕之路 但也因为先天不足 古希腊毁灭的种子也埋在里边 经济上的繁荣 最终带来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安全困境 我们先来看看 古希腊是如何发展商业的 你可以看一下文稿里的地图 希腊半岛上三面环海 而且处于丘陵地带 没有什么丰富的自然资源 也没有广阔的平原 没有肥沃的大河流域 这样的地形呢 就决定了希腊不可能像埃及的尼罗河流域 苏美尔的两河流域 中国的黄河流域那样 有大规模的农业 相应的呢 也就没有资源支撑起庞大的帝国 可以说啊 古希腊城邦灵力的格局 和这个地理条件也大有关系 加上古希腊的气候啊 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 夏天炎热干燥 冬天潮湿寒冷 但是呢 上天是公平的 古希腊在这种自然条件下 选择了三种农作物 葡萄 橄榄 和古物 也就是地中海三宝 三宝之间的关系啊 很特别 照我们农业文明的思路来看 当然是古物有些 经济作物靠后 吃饱了饭 再说挣钱的事 但是刚才我说了 因为古希腊啊 没有大河灌溉 丘陵跌宕起伏 气候又会引起周期性的欠收 古物啊 天生就没有办法自己自足 既然这样 粮食不能自给 但又必须得有 那就只有通过交换来解决 这个时候 你就明白 我为什么说 古希腊成就了这么个商业 是逼出来的了 因为他们连吃饭 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也只能靠商业来解决 这时候 你就会想起另外的二宝了 葡萄和橄榄 葡萄不仅可以卖好价钱 而且可以酿出 卖更高价钱的葡萄酒 橄榄不仅可以卖好价钱 而且可以榨出橄榄油 橄榄油贵到什么程度呢 古代的奥运冠军 是没有金牌的 橄榄枝花冠 象征荣誉 而实际的好处呢 就是一瓦罐橄榄油 政治家们呀 也早就认识到 葡萄和橄榄油的价值 比如说 雅典最伟大的改革家 索勒 他就出台了政策 鼓励雅典人种橄榄 就这样呢 农业在古西拉迅速的商业化了 但是啊 光有橄榄和葡萄不够 这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商业体系 还得三股力量一起往前推 那是哪三股呢 手工业 货币 船队和舰队 我们先来看手工业 既然地中海有了三宝 为什么还要手工业呢 因为啊 手工业产品 虽然不一定比农业产品贵 但是呢 它的稳定性 显然比农产品高 躲在家里就可以做 跟气候变化 关系不大 古代世界的手工业 主要是淘气 织布 造船 炼铜炼铁 这些项目 在公元前八百年的时候 地中海世界 各大文明 有各种各样的手工业 这个时候的希腊人呢 不管在哪个项目上 都只是业余选手 但是也就过了两三百年的时间 希腊人后来居上 成了全能冠军 他们生产的所有手工业产品 几乎都成了地中海世界最好的 这样一来呢 古希腊就有了好东西 和别人交换 有了手工业 还得有货币 有好东西可以换 得有媒介 以物易物的商业 效率实在太低 会限制商业的规模和频率 希腊人啊 他们从地中海东岸的小亚西亚 学会了铸币 把它流传到整个地中海世界 这样一来呢 货物就能够顺畅的交换了 希腊人啊 甚至还弄出了西方最早的 货币兑换业务和银行业务 一旦有了金融业呢 商业又上一个大台阶 最后 发展商业 还得有船队和舰队 古希腊的买卖 主要是通过海上交通完成的 靠商业来解决升级问题 就意味着 面向的是大海 而不是大陆 所以你会发现 商业文明 也可以叫做海洋文明 农业文明 也都是大陆文明 海上交换 当然靠船 船只运输 就必须有安全保障 于是就必须有舰队 雅典是古希腊海军 最强大的城堡 他鼎盛时期 曾经拥有三百艘战舰 历史学家们 一直很乐意强调 雅典海军和雅典民主的亲密关系 因为雅典海军的主力军 和公民大会的参与者 高度重合 这些人 在军舰上的表现 决定着城邦的生死存亡 而他们在公民大会上的决议 决定了自己是否出海作战 甚至有学者 把这个现象拔钩成一种政治理论 说海军和民主是一伙的 相应的 陆军和专制是一伙的 有了商业性的农业 手工业 货币 船队和舰队 以雅典人为首的古希腊人 生意越多越大 甚至超出了地中海世界 后来 他们通过黑海 和位于今天俄罗斯南部的土著人 做起了生意 还在那里建立了城邦 古希腊人 成就了古代世界 第一个高度繁荣的商业文明 但是呢 花五百日红 我前面就告诉过你 古希腊文明虽然灿烂 但它不是横行 而是一颗耀眼的流行 因为它的生计 也就是它的商业逻辑里边 就蕴含着毁灭的种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商业繁荣啊 一定会带来人口增长 经济上呢 经济繁荣总是和人口增长 正相关 一旦人口超过了经济承载的极限 就会发生消灭人口的惨剧 要么是天灾 要么是人祸 要么是天灾带来人祸 古希腊人用一个巧妙的办法 延缓了惨剧 就是移民新建城邦 我说过 粮食不能自己啊 是古希腊致命的先天不足 经济繁荣啊 人口多了 本来就不够吃的粮食 更不够吃了 于是啊 希腊人通常的办法是经济殖民 选一批人坐着船 去地中海沿岸 甚至更远的地方 建立新的城邦 古希腊人新建移民城邦的路线 和我们上里讲过的道理是吻合的 也就是小国寡民 无法产生出治理大规模领土 和人口的政治制度 古希腊城邦再繁荣 它也不在政治上扩容 而是拆分 不断的拆分 每个城邦都保持小规模 复杂的制度肯定就出不来 新老城邦都遵循通行的生计 也就是发展商业 商业的亲疏远近 形成了国际关系的第一层格局 如果这个世界只有商业和商业联盟 那也就简单了 可惜呢 城邦之间的关系 不会只停留在做生意 我在上面提过 进行贸易的船队 需要舰队的军事保护 那么经济越繁荣 人口越多 商业的安全重要性就越高 相应的军舰也就得越多 哪怕不针对任何特定的敌人 地中海世界也会出现一支无敌舰队 在军事膨胀的路上 一旦出现商业竞争 或者其他原因 导致两个城邦互不信任 安全困境就出现了 所谓安全困境啊 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最佳写照 我不信任你 你的军队很强大 我怕你来打我 那我也只有增强自己的五倍 你一看 肯定会认为 我增强五倍是针对你的 于是你也被迫增强五倍 于是我们俩呢 就陷入了军备竞赛 越来越把对方的背军扩展 想象成是针对自己的行动 在这样一个态势下 任何一点擦枪走火 都会引发战争 这就给后面的波罗本尼萨战争 埋下了伏笔 雅典的舰队本来是维护贸易安全的 尤其是粮食安全 但是 让路上强国斯巴达心里不舒服了 斯巴达会想 你雅典凭借某种地位 天天欺负自己的小弟 说不定哪天掉转船头 就来针对我了 我不得不防 绝对不能坐以待毙 于是 毁灭古希腊文明的 波罗本尼萨战争 终于就开打了 你看 雅典和斯巴达之间 发生了军备竞赛 最后各自带领一堆小弟 打了个天昏地暗 像不像英国和德国 唱主角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如果你把第一次世界大战 看成西方列强 因为内部矛盾 而把全世界都卷入的战争 那么 波罗本尼萨战争 是不是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由于不信任 安全困境困扰了人类几千年 今天我们通过古希腊的历史 可以看到 商业文明并不能自然而然的 就克服这个困境 它很可能深陷其中 走向随便 那人与人 国与国 联盟与联盟之间的安全困境 是不是会把一切文明都葬送掉呢 会不会有下一次 两大集团的对峙呢 人类是否能够真正摆脱 恐怖的安全困境呢 我们在以后的课程中 会不断地反思这个问题 西方文明史上 层出不穷的精彩故事 会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发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 气候和地理的自然条件 导致古希腊粮食不能自己 确实逼着希腊人 闯出了一条成功的商业之路 面向海洋的商业文明 最终成形 但是繁荣的商业 并没有根除致命的威胁 相反 山越所需要的政治和军事保护 却将古希腊 拖入了安全困境的深渊 导致他全面的衰败和毁别 下两讲 我带你去看看古希腊 最著名的两产战争 西波战争和伯罗奔尼萨战争 讲西波战争 并不是为了重复文明毁灭的故事 而是通过它来讲讲 古希腊留给西方最重要的标签 自由 期待你的到来 咱们下一讲再见